台灣第一大學校 人數最多 最好的一間好好 一起上學吧 今天要幹嘛 哇 今天來到高雄的中山公山 台灣第一大學校 人數最多 這邊一定有很多的人才 真的迫不及待要尋寶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繼續尋找 富裕人物 以及笑話笑草吧 Let's go 中山公商創立於1957年 是高雄地區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學校 同時也是全國人數最多的 高級中等學校 日日出的傑出人才 不升美舉 在國內外各式競技競賽中 屢獲家機 見教生在業界實習也頗受好評 獲得教育部平等為季質之光 中山公商的教育理念為 尊奉佛陀六合靜的精神 席計全校師生 能在團體生活中 創造一個真善美盛的學習原地 今天的下課十分鐘 我們就來尋找中山公商的 笑話笑草 以及富人人物吧 GoGo 好 我們前方看到一位人物 那是NBC 歡迎 歡迎 你好 歡迎你 歡迎你 你好 這都感覺很適合交換名片 交換名片了嗎 交換名片了嗎 這好像是我們是 學校為我們安排的會長 對啊 這群好好都我在館 哎唷 Boss Boss 哈哈哈哈 試我介紹一下吧 試我介紹一下吧 好 大家好 我是中山公商的學生會長 也是碧臉會長 大家好 那我們就請會長 幫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你們的中山公商 我們中山公商是 全台灣最最大間 人數也最多 也是全部的 技職體系 最最好的一間好好 你既然是會長嘛 那你一定認識很多人 你有沒有什麼 最想介紹的人 想跟我們介紹的人 有 如果要介紹的人 是 有一個 我發現有一個 在我們科上 他現在的身分也是 學校的 李賓森 我有 李賓森 很優秀 現在 隨便你們來跟他們認識一下 好 好 我們去 OK 他在那就是 那個嗎 對 穿裙子的 對對對 這位 他是我們的 啊 同學 他是 他是我們學校的李賓森 李賓森 就是他嗎 李賓森 就是他 沒有錯 OK 好 那我們先請這位同學 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中山公商官二宜的 翁子緣 李賓森 我可以問一下李賓森是 平常是幹嘛 就是 有外賓來我們學校 要負責去接待 或者是 有一些學校會邀請我們去 遞獎頒獎 對 對 那我們想問一下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嗯 就 唱歌或跳舞 唱歌跳舞 對 我是跳那種K-POP那種嗎 因為之前有學過 之前有學過 沒有跟泰拉絕動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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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一樣唱歌好嗎 我唱歌也不差好不好 我是無敵的無敵的小可愛 雖然現在你現在才二年級 但你有沒有就是想好你之後想要往哪一個方向 目標是什麼 就如果真的可以 成績真的夠的話 可以希望去高產的航空系 喔 是 想當空姐 對 那想請問一下你的理想型是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就 會運動 會運動的 比我高 比你高 然後 我喜歡皮膚黑黑的 皮膚黑黑的 原住民 原住民 OK 好 那請問你還有推薦你們學校其他的 空人物啊 李賓森之類的人嗎 嗯 我們科上有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她是空手道的 空手道 喔 那你知道我們該去哪裡找她嗎 呃 那邊 那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哇塞 哇塞 還跳起來 哈囉哈囉 通 一塊 因為 人家在忙 對人家本來不敢打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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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剛剛 指援 那我們先請他們來自我介紹一下 先 嗨 大家好我是 光光惡移的包結尾 大家好我是光光惡移林盈慧 對 那你們有什麼比賽的事蹟嗎 對 全中運第三名 還有去年十二月的中正盃第三名 哇 那你呢 高雄市代表隊二連霸 全高雄最不能招惹的女人 其實看不出來就是小小短短就可愛可愛 然後今天是空手道二連霸 其實我認真想知道空手道二十三名 對 我想被扁看看 Go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就是有軟墊的地方 對 我們剛剛不是說就是王靖雯想被摔摔看嗎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因為準備好了 王靖雯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就要試這個 二連霸的含金量 我又 我又 武器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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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路上 然後飛一個 不良8加9 大散的劇情 好不好 5 4 3 2 1 趕緊 還好 我跟你講 我自己去看 自己我自己看 我覺得一定會想很棒 他盡量是純的 是純的 我倒下他還是不來補我一拳 我記得 他是不來偷補一拳 你現在回歸政府 滿足了劍文的願望 奇怪的願望 對 那我們先訪問一下 你們平常的興趣是什麼呢 平常的興趣是睡覺 睡覺 打電動跟看電影 打電動看電影 那有沒有就是現在心中的第一名 最早推薦給你 捍衛任務吧 捍衛任務吧 John Wick 那真的好看 那你的理想型是什麼樣的類型 我覺得這種事情吧 喜歡不是類型 而是一種感覺 那你呢 原住民180 然後 五官要立體 然後我不要白的 不要白的 然後我要寸頭 那其實 怎麼有點 不是 不是 那你們還有沒有推薦 學校其他的豐原人舞 原舞社 原舞社 原住民舞蹈 我最愛的 那你有推薦原舞社的誰嗎 一個男生 一個男生 修屁樂 修屁樂 超帥 超帥 所以你都偷看他 我在蹲在那邊 喔 小米妹 那你們知道原舞社 都大概在哪裡練習 今天社團博覽會 應該都在那邊練 會表演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這就是剛才讀到我的同學 介紹的帥哥 OK 終於找到了 你先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你先 你好我是 三三志餐飲科的 修屁樂 對 是餐飲科的 餐飲人的范晴妮 那你們就是 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運動 因為自己本身之前是 田徑隊的 喔 對對對 然後所以在學校 當然是禮獲假期 有一位有沒有什麼成績 喔這個 大概就是 連續三年的 一百公尺跟兩百公尺的第一年 對對 還好啦 還可以 那你呢 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我平常的興趣是 在原住民舞台裡面跳舞 然後就到處去傳承自己的文化 喔 你們以後有什麼目標嗎 可能自己開一個 類似小小的咖啡店 然後賣一點青石類的食物 對 然後自己當店長 我也是往 因為本身也是獨餐飲科 我也會想要往 烘焙這一類的走 也是想要開店 也是想要開店 那你們的理想型 是哪一種類型 思考一下 OK喔 這種會穿搭 然後蠻高 然後會孝順那一種嗎 那有 要可愛還是高人 還是需要什麼才藝 會喜歡可愛的男生 可愛的男生 會唱歌的 會有才藝的 反正孝順是最重要的 孝順 對 外表呢 也沒有太大的要求 不能比我太高 這樣太有壓力 OK 一定的 對對對 那你們還有沒有推薦學校 跟你們一樣的個人人物 有聽說過一個 在IG跟臉書上面 有在經營的 有在經營的 然後 真的 很好看 沒記出來的話 應該叫佳恩小姐 佳恩小姐 我們大概在哪裡找到她 對 通常會在廣場位置 廣場那邊 對對對 OK 那我們就謝謝你們 不好意思請問佳恩在嗎 佳恩是哪一位 是妳喔 是嗎 可以借我們訪問一下嗎 對 打擾我一下下 這是我們剛剛那個 原住民同學介紹的 佳恩 跳舞很厲害 對 那我們先請她做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美容科的三年級李佳恩 那妳介紹一下妳的IG跟抖音 對啊 我的抖音叫木子 然後我是專門在跳舞的 然後IG跟抖音 都有破萬粉絲 好厲害 那妳的平常興趣呢 是什麼樣子 我喜歡跳舞 跳舞 對 我會一點武術 喔 武術 那妳就是有沒有什麼 妳的未來目標 有點想 什麼樣子 老師發展 老師 什麼樣子 跳舞老師 舞蹈老師 那妳的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的 比我高 比你高 然後貼心 貼心 然後孝順吧 那妳還有沒有推薦學校其他的風雲人物跟你一樣 有 有一個抖音也很紅的 抖音也很紅的 對 然後它是餐飲科的 餐飲科的 應該是在練那個調酒 我在練調酒 喔 調酒 那妳知道調酒教室要往哪裡走嗎 我們要在哪裡才能走 它開設的時間應該是在超場練習 超場練習 超場練習 超場練習調酒 對 它是花條的 就是那種會跑來跑去的那種 OK 好 可以抓它 對 沒錯 好 那就謝謝你 謝謝 OK 這是我們剛剛那個舞蹈社的 佳恩推薦的 也是抖音很紅的人 那我們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吳敏諺 吳敏諺 現在讀餐飲科高三 他剛剛說你也是玩抖音 抖音上也很紅嘛 那你有就是 我紅什麼 沒有很紅 就是拍一些日常就紅了 拍一些日常 也沒有到很紅 哪一種日常 耍智障日常 對 耍智障 那想問你就是平常的興趣 花式調酒 然後游泳 來 籃球 相比他會什麼運動 他喜歡什麼運動 我比較在意花式調酒 我想喝酒是不是 並不是 那我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啊可以啊 是吧 秀一把 那我幫你拿這個零食 他是故意的 我看得出來他是故意的 效果 對 效果 謝謝你 I know 那你有沒有就是 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 可愛可愛 跳舞好 跳舞好 品德 品性好 OK 謝謝你 好 我可以玩看看嗎 可以啊 有沒有聽到甜粉嗎 看還是沒有 欸 真是 馬鈴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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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不好意思 你們有沒有想要 推薦你們學校的 風雲農物 或是帥哥 有 有嗎 誰 前面前面有一個 最高的那個 你剛剛很高的 好像看到他了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就趕快去找他吧 趕快去找他吧 這就是剛剛我們三位同學推薦的 很高的帥哥 馬上抓到 一眼就抓到 真的一眼就抓到 那我們先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玉宏 我是觀光科 三年級的 你身高是多少啊 身高 189 189 哇 接近19 我第一次麥克風到網上拿 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平常的興趣就是 喜歡 彈彈琴啊 彈吉他這樣子 對 因為 我很喜歡一個偶像 他的歌 我幾乎一半都會彈 幾乎 對 那真的是中式分 對 那我們想問一下就是 你的理想型是什麼樣的類型 理想型嗎 就是 看得順眼 然後個性好像怎樣 個性好 然後 不能太愛 那有沒有比較 外表上面的要求 就是短髮啊 什麼 短髮 沒有 好品味 沒有 你也是嗎 你也平常 就是彈鋼琴啊 你會 就是發到網路上嗎 還是 有有 現在有發 大家喜歡的可以去 聽聽看 追蹤IG 聽聽看 對 那我們今天的帥哥十分鐘 就這樣結束了 同學們還有什麼 我們沒有找到的神人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這學校太大了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走 全國最多學生 真的 我們沒有辦法走完 因為這太多學生了 最好給我們美女就好 沒錯 那最後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嘟嘟留言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先休息了 好累 太大了 學校太大了 真的累 真的累 大蘋果 快點給家裡吃 不吃 不吃 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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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擺右邊還是擺左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用指不 為什麼你知道 好奇怪喔 快點快點 我是無敵的 無敵的小博 好 準備